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固定销定位于停止孔内 设定微调刻度到零位置 锁紧微调分离卡上锁紧装置 向右推操作杆 夹紧前即松开 将圆棒装入夹紧前微型槽 圆棒一端仅靠分离卡定位 轻轻释放手柄直到夹紧圆棒 按下电源开关 将操作杆向上推切断圆棒 调整研磨砂轮微调劲刀 轻轻地向下推操作手柄 研磨切断面 松开夹紧前 取下圆棒 测量圆棒尺寸 根据实际尺寸 微调分离卡 载形切断 研磨至精确尺寸 切割片的拆卸换装 使用Y型工具夹紧切割片法栏 旋转放松切割片主轴皮带 轮螺丝 取下切割砂轮片 装上新砂轮片 再逆时针旋转至法栏锁 研磨砂轮的更换及修整 使用Y型工具 来夹紧研磨砂轮主轴皮带轮 再用六角扳手顺时针 放松砂轮盖板上螺丝 取下螺丝 装上新砂轮 并用螺丝锁紧 调整钻石笔长度 上下移动操作杆 旋转砂轮微调手轮进刀 修整砂轮 定位枝杆之应用 当切割长度80毫米以下时 只需将圆棒锁区切割长度 用游标卡尺测量 并做记号 再夹紧圆棒 使所作记号 对齐切割片 再调整位置固定器 顶住圆棒端面 并锁紧固定器螺丝即可 注意事项与保养 一 在夹紧定位时 请清洁干净定位面 与圆棒端面 以免影响切割精度 二 当机器工作时 不可打开 顶锡酸防尘盖 也不可打开后盖板 3.当更换皮带,切割砂轮和研磨砂轮时必须切断电源 4.当更换皮带,切割砂轮和研磨砂轮后不可遗留下工具在机器内,使用前开启电源线测试